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我是在大学的大一的时候嘛 因为咱们的大学生团契都会到宿舍里面去扫楼 让很多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能够知道 我们这个大学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大学生团契 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敬拜 然后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弟兄去敲我们宿舍的门 就问了一声说 你们你好 你们有基督徒吗 如果有的话可以联系我一下 然后之后呢 弟兄走了之后 我就打开门就跟着弟兄出去了 然后当时留了一下联系方式 然后之后呢 就进到了咱们这个大学生团契了 很感恩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大学生团契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的 是的 感谢主 你一开始到了团契当中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一开始到团契 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团契里面去来做这样的信仰的工作吧 因为之前一直是在属于家庭教会 所以可能就是模式可能稍稍有一些不一样 就可能大神人团契跟咱们那个家庭聚会呢 可能相比较而言会更加轻松活力一些 也会更加就是吸引90后一些 对的对的 其实不管是在哪里 只要是我们是为神做事为主做工 那么神必当保守我们 那么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对吧 对的大三了 在这几年当中感觉到自己在团契 跟之前在团契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或者是感觉呢之类的 变化呀 其实我们刚才也有聊到啊 就是在我大一刚来的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有弟兄去敲我们宿舍的门 那个时候还不太敢去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 对 但其实最让我心里是这两年呢 也特别感恩 特别感谢上帝 能够让我有一个看见 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基督徒对我而言呢 就是一个很骄傲的身份 我觉得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耶和华的儿子 这是王子啊 多门令人骄傲的名分 呃 所以我就现在呢 就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啊 就能够特别去敢于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我觉得这是呃 相对于之前而言 一个呃 小小的变化吧 之后呢 我觉得会在这个大学生团体里面 已经待了大概两年多三年了 可能在这个服饰上面呢 可能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 呃 对 就基本上是这两方面 我还能说什么呢 感谢赞美主 每个弟兄姊妹真的是 当他来到神的面前 当他去愿意完全的交托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时候 上帝必然会给他变化 是的 或许这个变化呢 是一两个月 或许这个变化呢 是一两年 但是相信 只要是你完全的去把他 把你交给他的时候 那么相信 你就是得胜的那一个 忍耐等候 感谢赞美主 呃 那么还是要问一下 对于卫生服饰呢 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理解 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嗯 卫生服饰啊 嗯 其实 之前可能我对这个卫生服饰 还没有那么大的 就是觉得那么重要 嗯 但是特别是到了 因为我也 也去过好多地方了 嗯 就会感觉到 卫生服饰还是 很有必要的 因为首先 我觉得卫生的话 既然说尾生 那你就必然要扎根 在教会当中 那么这个扎根的过程呢 也就是一个 对于自己而言 是一个自己慢慢的 灵修的一个过程 对于整个教会而言呢 是一个自己服侍教会 牧养 牧养教会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 给予的过程 呃 所以我觉得 呃 首先呢 这个嗯 扎根 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你如果老是去变换 自己 这个信仰的地方的话 这样就会使自己的 那个根基很不稳定 咱们圣经上也也说 说你们要把信仰 建立在磐石之上 所以这也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呃 呃 伟生的重要的意义吧 就说一定要 扎根在一个地方 只有树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树只有扎根了 才能更好的开花结果 如果没有根基的话 那是永远不可能 开花结果的 呃 所以对于 无论是团契啊 教堂啊 教会啊 说的话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还是需要尾身的 因为只有尾身之后呢 你的服饰才是 更加有力度的 尾身了之后呢 你的服饰也会慢慢的 得心应手 那么这样一步一步的呢 不光自己会得到 正常的灵修 那么同时呢 也会带领着旁边的弟兄姊妹 发起火的那个心 所以 我觉得 尾身还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在团契呢 还是在我们的教会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是这样的一份肢体 这样的一份力量 当你去发散出 这样的一个力量 去完全的交托的时候 其实 你就是这里面当中的核心了 只要是我们甘心 让自己完全交托 那么神必尊重 愿意服侍他的人 实在是 呃 话说呢 还有几天呢 就到了我们圣诞了 对刚才也说过了 圣诞节 对 个人感觉呢 我们每年的圣诞节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或许呢 是因为 就是每年我们的教堂的节目啊 都有一些不同的 一些缘故吧 那么小语呢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圣诞节当中 或许是之前 或许是最近这两年 触动你心灵的那一次 是什么吗 最触动我心灵的那一次 呃 不是圣诞节可以吗 呃 也可以啊 可以分享一下 是吧 比方说 我记得 我上次 在团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嗯 打告会 然后 前面的 一个小小的敬拜 然后唱到了一首歌 就是 嗯 这首歌的名字是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是来自于 小洋诗歌的 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 呃 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 当时一出来 包括它的旋律 呃 很优美 很唯美 也很安静的旋律 那个时候呢 就感觉 嗯 你的心灵 和 上面都是通的 呃 那个时候 听到里面的歌词 说 呃 风风雨雨的时候 才知道你的温柔 多年前 几年后 仍然相信你恩守 我觉得 这样的歌词 就特别 唱到了我的心里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突然 有了一种 呃 上帝就突然 给我一个意想 就说 你们要 用心灵来歌唱 我不要求你们的声音 不要求你们唱的多好 我 我是要查看你们的内心的 所以 我觉得 那次的 祷告会 特别特别触动我 因为 慢慢的去找到了 这种感觉 就是说 用心灵去 向我们的耶稣 去敬拜 用心灵去 向我们耶稣 去歌唱 我觉得这点 对于 服事来说 特别的重要 那也是 我在 呃 教会 最近呢 也是触动我 很深的一次 好了 很感谢我们 祥宇和我们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感恩的分享 也 祝愿呢 以后 你在生活当中 也可以同样 有主的带领 有更多的 收获 更多的恩典 感谢主 同时呢 也在这里 祝愿每一位 圣诞节 有节目 或者是 看节目的 弟兄姊妹 也愿神的恩典 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好了 感谢大家的 留守与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